我把我洗一球球 这是什么感觉 因为我们没有电卷 对 所以我可以 车上尾巴放 然后我只好这样子 这是电卷头发的秘矩 欧阳娜娜就算在美国球学 也抓紧时间工作 透过自拍镜头捕捉参加文秘秀过程 减少演艺工作当型YouTuber 她也会在中国大陆社群APP上 分享自己爱用的美妆或保养产品 这回引起讨论的是这个 欧阳娜娜po出一张 用到几乎见底的药膏照片 正面反面都拍起来给网友看 直呼这神药救了皮肤 最近她因为工作关系 作息不稳定 结果鼻子开始冒痘痘 用什么方法都治不了 直到用了妈妈的药膏才治好 决定分享资讯给粉丝 我在自己化妆的过程当中 我就领悟到了一个道理 对我来说 就是东西越薄越好 尤其是粉底 或者是你说 散粉这种东西 天天化妆的欧阳娜娜 抗冬品引发热烈讨论 有网友研究药膏发现 外卦湿疹过敏性和发炎性皮肤病 续发性细菌或黴菌感染都能用 里头还抗念猪菌药物 不过从头到尾都没提及抗痘 原来这是妇科常用药膏 今天案例的是一个紫色小瓶子 它叫Sephora的葡萄籽喷雾 为什么想推荐喷雾呢 因为喷雾真的是我最近喜欢用的东西 欧阳白第一的欧阳娜娜 不伤皮肤 长期使用就会产生抗药性 但不想中国大陆网友一看到 就想找台湾朋友代购 但这可没那么容易 因为这药膏必须得由 第一时开立处方签才能取得 想吞货没那么简单 三宣黄大峰罗湘台报道